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石千儿以及徐宁三个人都坐在车上 石千儿那副挑子也弄到车里头 赶车的这个车把是长得很白净 笑什么喝的 他瞧了瞧汤龙看了看石千儿 互相之间挤了下眼睛 把鞭子一摇啪的一声 这车就上了道 轿车倒是比走着快 这路一快了 徐宁坐在车里边 心里边还倒不那么着急了 徐宁就问这车把是 我说 车老板 请问您贵姓 我姓张 哦 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大 叫张大 对 我排行老大 所以管我叫张大 我们一共搁起个 我是老大呀 后边还一大堆呢 哦 你们这哥七个在一起过呀 还是不在一起过 我们这哥七个 哎呦 哥七个天南地北哪都有啊 我自个是单身一个人就赶这一辆车呀 媳妇也没娶 儿子自然也就没有了 哎 爹妈在老家呢 哎 现在身体不好也有病 所以我是抓紧快点赶车 多挣几个钱 到家里边啊 好拿这个钱呢 给我爹妈治病 就这么回事 要不然的话呀 这个泰安州啊 这个大伙儿我真不愿意去 你知道吗 山东那一带地方 他不太平 那梁山啊 那出了一个宋江 那都是一些个陆林好汉 哎呦 有时候他也接到 宋江这个人你见过他吗 我哪能见过他呀 我要见了宋江的话 那我就完了 我听说梁山这伙贼寇 非常凶恶 凶恶 凶恶到不见的凶恶 反正挺厉害 哎 你知道吗 现在官府中发兵争搅他们 争搅好几回呀 都争搅不了啊 我说这官府 他们这人呢 也真废物 你说吃着荒凉 拿着官响 一个个成天练武 你说 把那个对老百姓 那个本身 对梁山呢 结果到了 一打梁山是非败不可 一见老百姓 他们眼珠 邓刘元 那能在大吉了 徐宁一听他说这话 徐宁就不言语了 徐宁心想 他就是官府的人 他就在皇帝的身边 这辆轿车往前赶了一天的路 晚上住了店 第二天继续又往前赶路 走着走着就到了梁山坡附近 到了梁山坡附近的时候 徐宁一看这袋地形 徐宁就问这个车把 我说车把 咱们这是什么地界了 少说话啊 我告诉你 这位客官 这个地方啊 就是梁山坡附近 这个大道边小道眼树林子里头 说不定哪就藏着梁山坡的人呢 梁山坡的人呢 到处都有他的耳目啊 咱们在这走啊 我这选的是一条安全的道 哎 说这话 他把车呀 给杀住 杀住车之后 有打车员 让奔儿蹦下去 道旁边 有一个小酒铺 就看这个人到那个酒铺里边 滴了力壶酒过来 哎呀 太渴了 实在是太渴了 我得喝点酒啊 不耽误您三位上路 奔儿他又坐着 又一边的这车又走了 一边走 他一边拿这个酒葫芦 往这个嘴里边对着喝 哎呀 这酒还真不错 你别看他这个小铺啊 小铺里边还卖好酒 哎 我三位 你们都来点吧 来点 他拿这个酒葫芦 往这边地 徐宁呢 就坐在靠前边 徐宁呢 开始啊 他想喝 因为他也渴了 但是呢 他又觉得 平白无故的 就喝人家酒 有点丢失身份 这个功夫啊 十千儿再旁不过来 给我给我 给我来一口 我我我我 多来点 就看十千儿 把这个酒葫芦接过来 就往嘴里边倒 倒了一口之后 哎呦 这酒真不错呀 哎 我说啊 我说徐大观人 干脆您来点 您来点 您来点 您尝尝 哎呀 这个酒 我真没喝过这么好的酒 徐宁一看 十千儿这么一让 徐宁顺手把这酒葫芦就拿过来 接着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来了那么三四口 来了三四口之后 徐宁一回身 就看汤龙 你喝点 汤龙说 给我 汤龙接过来 往嘴这一扬 然后又递个徐宁来 您再来点再来点 这个酒啊真不错 徐宁接着又喝了两口 然后就递个了车把上了 车把上把这个酒葫芦这个嘴那么一塞 往这后腰那么一别 继续拿鞭子赶车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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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乐盒的这个人,他可不是什么张大,他就是铁轿子乐盒,这一切都是事先按他们的行动计划来的。 铁轿子乐盒在那个小酒铺里边拿着这个酒葫芦,这里边就是蒙汉药酒。 那么乐盒喝了怎么没倒呢?乐盒往嘴里面看着那么一盒咕隆一口,其实他那口原方又出去了,根本没忘心咽。 石铅跟旁边的汤笼他们都没喝,都知道这是蒙汉药,就是要让徐宁喝。 徐宁喝了这么几个口,进了肚了,这蒙汉药发作了,所以他就倒在这车里头。 徐宁这也晕过去,铁轿子乐盒把这个车往旁边一带,车停住了。 哎,怎么着,这也完了,十千轿没别的,先把他捆上,别过来他那个酒劲过了,他再醒过来就不好办了。 好,于是他们掏出绳子来,就把他给捆上了。 把金江将徐宁捆上之后,他们赶着这个轿车,就绕道来到梁山坡,水坡的旁边。 没在水亭珠柜那边上,从另一方,另一方是同围同猛,那也有一个店,在那个地方上着船。 他们带着徐宁,上了船之后,那个轿车自然就统到岸边上了,就来到了梁山寨,来到宋江的大营。 现在宋江啊,还在金沙滩这扎着大营寨,天天朝盖下来,朝盖宋江等人一看,他们回来,尤其是一看把金江将徐宁给抬回来,非常高兴。 哎哟,天地,你们大功告成,嗨,齐开得上。 把金江将徐宁放到中军大帐之后,先放到地下,让他借着这土信。 宋江说,赶忙,快点,把榜生给他松开。 过来把榜生给他松开,松开之后,有人咬过一瓢凉水来,乒乓两个一喷,徐宁醒过来。 徐宁醒过来之后,睁眼一瞧,一看这个环境,这个地方太生疏了,这是中军大帐。 徐宁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我怎么上这儿来? 徐宁扑隆就坐起来,徐宁这一坐起来,旁边石签跟铁礁的月盒过来一掺的,哎,您起来,起来,起来,您这边落座,有人给打过一把椅子来。 徐宁就坐在了椅子上,徐宁一坐着,一抬头一看,对过站着的正是自个儿的表弟,汤龙。 汤龙在那儿冲着徐宁一抱歪。 表哥,您受惊了。 汤龙,这是什么地方? 你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 表哥,事到如今呢,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了,我把实话跟您都说了吧,这个地方呢,是梁山。 好,这是梁山,对。 这位,这位,就是梁山乡大寨主托塔天王朝盖,这位是梁山乡二寨主及时与宋江,宋公明。 朝盖跟宋江两个人来到徐宁的跟前,一抱完攻守。 徐将军,让您多受惊了,一路上您多有劳累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汤龙,你快跟我说清楚。 表哥, 事不想买, 就想把您请来, 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别人不认识您, 就是我跟您有这姑表亲, 所以就派我去了, 把您请来了。 让我帮什么忙? 汤龙就把胡彦卓怎么发兵打凉山, 怎么使用拐子连环马凉山上, 怎么不能抵挡, 想起来他会使勾连枪, 要请他上山, 叫梁山人练勾连枪, 破他的拐子连环马这个事情。 跟徐宁这么一讲, 徐宁听完了之后, 汤龙, 你这是故意的往火坑里推我? 汤龙说表兄啊, 怎么能说往火坑里推您呢? 我不是也在这里吗? 你在梁山上? 对呀, 我现在也是梁山上的债主了。 表兄啊, 你表弟是梁山上的债主, 有什么事儿这表兄能不帮忙吗? 你让我帮忙, 让我帮着你们, 学会勾连枪去破胡彦卓的连环马, 这不是让我背叛朝廷吗? 谈不到背叛不背叛, 您就交给勾连枪, 我们就破他的连环马, 我们也不说跟谁学的, 把胡彦卓的连环马破完了, 再送您回东京, 您看如何? 练勾连枪的只有我们老徐家一家, 你们一使用勾连枪, 那胡彦卓能不知道吗? 朝廷之中追查我的责任, 一到我府中一看, 我没在府里, 这不就全都明白了吗? 全都明白了, 您怕什么呀? 实在不行, 我派人到东京变梁, 把我表草接过来, 干脆你一家子, 咱就得梁山一块团聚了, 得了呗, 嘿, 徐宁心想, 你说的可真轻松, 我徐宁能跟梁山的这口贼寇在一起待着吗? 徐宁说, 汤龙, 你快点, 把我送下梁山, 送回东京, 我还急着到皇宫里边, 给皇帝去值班呢, 表兄啊, 您哪, 是明白的, 光棍一点就透眼子半打不回呀, 您到了梁山上了, 能那么随随便便就把您再送回去吗? 表兄, 我知道, 您现在一时还没缓过劲儿了, 没缓过劲儿了, 您先是后边休息休息, 啊, 宋建主好吧, 咱们先不谈这个事情, 先请徐将军到后寨休息, 于是有人过来陪着徐宁, 这汤龙也跟着, 带着徐宁上梁山上山寨找了一间闲屋, 这个闲屋是带一个小院的, 到这儿让徐宁住去, 徐宁住在这儿, 徐宁在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 徐宁想, 这可万万没有想到怎么弄得拐弯抹小包弄梁山上来的, 哎呀, 这个汤龙, 你学坏了你, 你闯荡江湖, 闯来闯去, 闯到这个梁山寨上来了, 徐宁到这个院子里面之后, 一看这院里边, 另一间屋子里边, 还有一位在这儿呢, 谁呀, 正是那轰天雷灵镇, 这轰天雷灵镇跟徐宁一见面, 徐宁一瞧, 哎呀, 怎么你也在这儿, 灵镇一看, 哎呦, 徐教头, 你也来了, 徐宁说, 啊, 我来了, 你是怎么来的, 我是让他们把我抓来的, 你投降梁山了, 我没有, 我没有, 我能投降梁山吗, 我在等候时机呢, 我等着胡彦卓把梁山扫平之后, 我好回潮, 是啊, 是啊, 这伙子强盗, 简直不像话, 他们插圈碗套, 到了我的雁灵甲, 把我框到这梁山上来了, 你说哪有这样的事情, 那好, 那好, 您先歇着, 您先歇着, 这轰天雷灵镇上旁边屋里去, 徐宁到自己这屋子里面坐下, 徐宁就问汤龙, 我那雁灵甲呢, 嗯, 汤龙, 我那雁灵甲丢了没有, 哎, 表兄, 雁灵甲没丢, 这雁灵甲呀, 就在梁山上的, 哎, 呃, 要不然我先给您拿来, 你先把雁灵甲给我拿走, 我跟前我看着, 哎, 好好好, 你等着, 这汤龙一转身, 到外边去不多时, 果然, 把那雁灵甲拿来, 不但说把雁灵甲拿来了, 那雁灵甲挑的那个红色的羊皮匣子也拿来了, 那雁灵甲往那羊皮匣子里面一放, 一盖盖, 往徐宁的跟前, 递些衣料, 表哥, 看见没有, 物归原主, 完璧归照, 没有损失, 徐宁不相信哪, 特意把这箱子打开, 看了看雁灵甲, 检查了一遍, 一看那个雁灵甲, 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没有被破坏, 所以装好了, 表哥, 我跟你说啊, 雁灵甲可是给您了, 您可别想着走啊, 您可千万别偷着下阳山, 您要偷着下阳山, 第一个说没有船, 第二个说真要是有了船, 手底这些弟兄们不知道你是谁, 走的半道还兴许, 把你弄到水里灌死, 那时候就产生误会了, 要产生误会啊, 我就不好办了, 好, 我看你怎样对待我, 我怎样对待你, 我拿你当为贵宾哪, 拿我当贵宾, 我也不揪你勾连枪, 那好, 您先别着急, 您先在这待着, 汤龙把徐宁安排到这儿, 转身出去了, 徐宁一看那个院子外边, 都有岗哨, 看着他们, 徐宁看汤龙走了, 屋子里边就剩他自个儿了, 徐宁站起身来, 就到灵镇这屋, 就问灵镇, 这胡彦卓倒是打怎么样, 灵镇是别提了, 打的是胜了, 我还来帮忙, 结果我这一放炮啊, 我这引火烧身, 把他们惹急了, 他们去火的人把我弄来, 正说话就听院子外边, 稀里呼噜一阵, 砸了个脚步声, 哎呦, 又打外边又来了一拨人, 来的这拨人是谁呀, 是病大从雪咏, 到东京遍凉, 按着军事无用的拆遣, 把灵镇他的家眷都给接来了, 轰天雷灵镇一家子, 连他的媳妇, 在他的老爹, 尤其轰天雷灵镇他老爹呀, 迈步进来之后一见灵镇, 孩儿啊, 你在这儿呢, 轰天雷灵镇一看怎么我爹来了, 媳妇也来了, 哎呀老人家, 您怎么上娘山了, 老头说我呀, 我来入火来了, 灵镇心想怎么他入火来了, 我还没入火呢, 他怎么入火呢, 老人家, 你这话是何意, 我告诉你小子, 你不入火, 你爹也入火。 为什麽你爹的, 我爹也入了四个温暖的地方, 你爹闯不滑了这儿,